哈喽 大家好 我是公主社的肖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大家请看 一看这个包装我们就知道 这个应该是长条形的乐器 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先打开来看一看 很简单的来蒙诺管 这个乐器叫做都督克 它是来自亚美尼亚的一种民族乐器 单独的这样一个木管 其实没法吹的 它同时还附赠了这样的一个吹嘴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吹嘴装到这个木管上 这个才是都督克的一个完全体 都督克这种乐器来自亚美尼亚 它拥有大概超过1500年的历史 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元4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乐器了 不过亚美尼亚当地的学者有的认为说 它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经开始有了 那么别管是公元前1200年还是公元400年 它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乐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 我们刚才说把这个吹嘴插到这个木管上 就是它的一个完全体 我们先看这个吹嘴 这个吹嘴上边有这样的一个小盖子 把这个小盖子拿开之后 这才是它吹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造型 这个吹嘴上下两个黄片加在一起 特别像一个鸭子的嘴 下边还有这样的一个菇 这个菇和上面的这个盖是连着的 这个菇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调节这个 两个上下黄片的开口大小 我们演奏的时候要让这个黄片开口尽量小 但是又不能完全闭合 这样才是最佳的一个演奏状态 下边咱们再看下边的这个木管 一般来讲这个是用当地的木材来进行制作 这个管正面一共有八个孔 这八个孔分别对应左右手 八个手指头 那么右手覆盖住下边四个孔 左手覆盖住上边四个孔 同时背面还有一个孔是要用左手的大拇指来盖住 这个孔的位置大概就在第一孔和第二孔之间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持离的一个方式 我们演奏的时候 因为这个要用到八个手指的正面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说用手指的肚来覆盖住这个孔 这样的话您就很难拿住这个笛子 我们尽量是这样的很自然的 用指肚或者用指关节这个位置盖住这个孔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 拿底子的一个姿势 下周再讲讲怎么给它吹响 我们拿到这个吹嘴之后 要先用拓沫或者是用水 把前面这个黄片这个嘴先给浸湿一点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吹响 刚刚我们也说了 要让这个开口尽量小 不能完全闭合 我们通过调节这个下边的这个孔 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第一次吹这种黄片乐器 如果您没有这个经验的话 不太容易吹响 那么我们建议您练习的时候 先单独吹这个嘴 看能不能给它吹响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您单独吹这个嘴 那么它吹响了 那么就把它装到这个木管上 就可以能够吹响了 大概的音色就是这样 这个音色呢也非常的有特点啊 因为它是一个黄片乐器 特别是呢 这个两个黄片 它可以说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双黄乐器 所以说呢 它就有这种黄片乐器的一个特点 剩下有一点像我们西方的那个Sax 其实我觉得它和中国的那个熏音色也有点相似 我现在还确实不太会演过这个乐器啊 希望大家呢能够勤家练习 来掌握这个音色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民族乐器 这就是有结论的形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 再见